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今天制作单位给我一个很挑战的题目 我们要来聊的是哪些星座你对它越冷 它就会对你越好越爱你 我要选出五个星座 先讲一下这个是有前提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们彼此之间是有爱意的 再来你们没有吵架的状况之下 这个题目才成立 那么来聊聊哪些星座觉得你的冷漠是OK的呢 我觉得第一名我一定会给水瓶座 为什么呢 如果你对水瓶座比较冷淡 你发现它好像开始在关心你或是对你还不错 你想问水瓶座说 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冷还这样子对我那么好 它会说有吗你有对我冷吗 放心水瓶座的温度感跟一般星座是不一样的 他们非常习惯冷这件事情 因为呢他们可以接受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 而且呢水瓶座是比较能够呢 这个主客分离的 就是你爱我是你的事 我爱你是我的事 所以呢当你对它越冷漠 只要呢它觉得 我觉得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啊 或是你本身是我的情人啊 我现在想找你聊天约会啊 他会尽量去关心你 当然他也会站在朋友的立场 或者是说情人的立场 多付出一些关心 因为他觉得你的冷 也许不一定为了我啊对不对 你可能是有别的原因啊 我来了解一下 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这一种呢 有情式的爱情 其实是比较能够耐冷的哦 所以对有情式的爱情的水瓶座 记得我觉得跟它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它会比较舒服哦 那么第二名呢 我觉得我会给呢摩羯座 摩羯座呢这个星座 它是非常有目标导向的星座 同时呢它也很有责任感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不是他的家人或情人 或者是呢不是他想要追求的人 或是你没有他要的资源 抱歉 他是不会理你的 虽然有点现实 但是时间有限啊 金钱有限啊 这个摩羯座 它是非常能够聚精会神在重点上的 那如果他今天把你认为是重要的 叫追求者啊 家人啊 或者是说他觉得你有他要的资源 你对他冷没关系 他只要对你好 他只要保持这个关系 他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摩羯座 他能够忍受你的冷 或他自己很冷 这是很正常的好不好 那第三个这个名次的话呢 呃我会给天秤座 天秤座很有趣啊 或天秤座啦 呃他是一个很重视平衡的星座 所以呢 如果 你对他呢越好 他会觉得 也许我们的关系要稍微保持一点 距离 不要那么热 太累了 那因为事实上呢 天秤座很容易想要回应或照顾别人 所以有的时候你对他太亲了 他会觉得他一直要回应你 要照顾你 他会很累 他就希望往后退一点 可是呢 如果你对他很冷的时候 你又是他的情人或家人 他就想说 哎 这关系不平衡啦 为什么那么冷呢 你是不是不开心啦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啦 他开始就要向你靠近 事实上你会发现呢 很多天秤座的人呢 他本身啊 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喜欢的朋友 往往跟他们是属于怎么样 不一样的人 比方说个性很活泼的天秤座 他可能男女朋友或好朋友 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 那这个如果个性是比较安静啊 这个冷静的天秤座 他可能男女朋友或好朋友 是一个非常热情活泼的人 所以呢 天秤座其实非常喜欢啊 这种平衡式的互动 他会在这个平衡式的互动里面呢 找到一个平衡 那第四名呢我会给天蝎座 基本上天蝎座呢 他会因为你的冷而注意你呢 一定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的危机意识 比方说 哎男朋友女朋友不理我了 是不是想分手 或者是是不是最近有小王小三 那另外有可能是 哎我最近得罪你了 还是你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所以对我冷漠 所以天蝎座会基于安全感 或者是掌控欲 或者是想要探索真相的那个 那个动机啊 开始对于冷淡的 他在意的人开始怎么样 付出关怀想要了解想要侦查哦 那第五名呢 嗯我会给处女座 基本上处女座是一个很有趣的星座 他如果对于自己的家人 朋友或爱的人呢 他是喜欢服务或照顾的 比方说你最近忽然对他冷淡 他会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会想知道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他会想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需要他帮忙 所以他就开始关心你 然后呢可能也会想要怎么样 给你一些建议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 他会想要跟你在这个互动当中 打开天窗说亮话 哎你为什么这样啊 是不是怎么样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处女座呢 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解决问题的人 很喜欢服务别人的人 所以对他来讲 他觉得这个关系或这个状况是生病了 有问题了 所以他要去解决他 那么以上就是呢 我认为呢你对他呢 越冷他可能容易对你越好的族群 不过各位要记得 没有人呢可以忍受啊爱你的人啊 永远或常常对你很冷淡 所以记得要适度使用哦 另外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我刚才讲的这些排名啊 几乎都是秋天跟冬天的星座呢 是不是整个星象跟天气气候也会有影响呢 我提供给大家做思考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所收获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